选单区,这选单区跟Web01比起来简单多了 跟Web01比起来就是我们直接用表格来做会比较简单一点 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一个网页背景的颜色是00FFF 所以呢,同样的滑鼠放在这边来 滑鼠就是选单区嘛,那我马上做网页背景的颜色 那怎么做,这网页嘛,对不对,点它 那网页背景自己把它改成00FFF 00,点它一下,颈就会出来,如果你找不到颈的话 00FFF,按你扯下来,就这个颜色了 好,网页内制作一个7乘1的表格 框线0像素水平至中对齐 好,水平至中对齐 所以呢,滑鼠呢,滑在这个地方 它说的是水平至中嘛,对不对 可是水平至中 可是呢,垂直不要至中 原因是因为,我看一下参考答案 上面,有没有看到,它是上去的啊 所以它是靠上,不是至中的 所以呢,你水平至中,可是水只是靠上的 知道吗?好,我马上插入一个题目要求 题目要求,马上插入一个7列1栏的表格 所以滑鼠放在点的地方,插入一个表格 插入一个表格,表格呢7列1栏,对不对 然后呢,像素呢,多大?你告诉我表格应该多大? 多大比较好?200啊 因为这边到这边是200啊,是不是? 这个tip你男是200啊,你就做200,好不好? 然后要不要变框?不要啊,所以这是0啊 这里呢,全部都给我打0,好,意思就是说 我要杀人不见血的意思,不要让人知道 我有做这个框框,这样的意思,好 好,接下来呢,水平至中对齐 你看我滑鼠放在这个地方,全部都靠这边了,对不对? 那怎么办?框起来什么?水平在至中 好不好?确实我也喜欢让它至中 那这样子滑鼠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至中了吗? 那什么意思啊?好,接下来它说呢 表格135系列插入PAC0302,PAC030345,这是一张图片 每一张图片呢,就是12040,水平至中对齐 当滑鼠移过的时候,需要呈现同样的颜色 不同颜色的动态效果,好,我们先插入好了 先插入PAC0302,好,插入 影像 PAC0302不在PAC里面啊,不要跟赛正宇一样啊,懂吗? 所以图片都是在Image里面,懂吗? Image里面的PAC0302,2开头2345,对不对? 好,2,确定 好,然后呢 它有替代文字,替代文字叫阳明山国家公园 并设定超延结到这个地方,好,按确定 等一下再做替代文字,好,13插入 影像 3 5 插入 影像 5吗? 我刚刚插错了吗? 这是哪一个? 这是3呢?没错啊 我是说1357啦,不是4啦,对 插入,影像 4 4 插入 平像 5 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好,然后它说呢,每一张120,40,那就给它,好不好? 这边来改,120,40,这边不是有吗? OK 同样的,你要解锁啊,你要解锁啊,解锁才能去改它,记得要解锁,好,120,40 Enter 120,40,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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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那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个宽好像 一样是200啊,那你如果想要让它更好看一点,不要这么宽,好像看起来 这个表格很大,然后涂很小,那你就按一下几时 再按一下 应该要回去啊,它没有回去,回去了,怎么看到,回去了,回去了 你就跟它拼了,好不好? 它就回去了 好 那这样子呢,我们是不是做好了 好,插进去之后呢,我们做到这个地方,对不对? 水平之中对齐,我们也做好了,可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它说呢,当滑鼠移过的时候,需要呈现同样的图片,不一样颜色的动态效果 那我们怎么做,等一下教你们,你们先做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来做哦,当滑鼠移过的时候,需要呈现同样的图片,不一样颜色的动态效果 所以我要现在怎么做 啊 我要先去把这张智商图片把它变成不一样颜色啊 是不是 那我要怎么变 那PSS来 啊,不要PS来 这东西就不要理它,直接开启,对不对 开启,就挡 开启哪几个就挡 2,3,4,5 去不得起来 开启 哇,它跑出来,有没有 2在哪里 2 好 2的地方呢,我要让它变成不一样颜色,对不对 就是影像里面有个调整哦 你随便你要调,调亮度调,你比如说我亮度要调很亮 这也算,这也算是它变颜色不是吗 或是调很暗,也可以啊,是不是 那题目没有讲啊,那我要每个每个这样一调也很麻烦 我直接就点一下影像里面,直接按,你要哪一个都无所谓,好不好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色相饱和度,直接我帮它上个色 就变不一样颜色了,好不好 直接帮它画个腮红就好了 那这是2,对不对 2呢,你就来另存心挡 因为等一下我要滑过去,会变不一样颜色,对不对 所以我要另存心挡,所以我另存心挡成什么 成成A哦 或是B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不然你只要记得就好了 记得等一下 0302 刚刚那个张图片,然后我只要滑鼠 一滑过去,就要换不一样颜色 这样懂吗,按确定 好,开始做3 2做好,做3,对不对 3一样在影像的地方按调整 不要管它 调整,调整跟什么 我们做错,没有关系,我们就重新来 我刚刚那样就以为不见得是对的 你懂吗,我们来重新来看看 哪一个最适合我们用 有时候在初误中成长,反而是好的 反而会更让你更记得 OK,好,色相饱和度 这个地方按上色,按确定 好,4的地方呢 一样,我们还没有储存 不管吧,先 先做调整 先把它全部调整好,好不好 上色 这个上色了没?上色了 上色了,上色了 上色了,还没 影像 调整,色相饱和度 上色,OK要确定 好,领存心档 5,把它存成 5A,好不好 4 把它存成4A 领存心档 3 我不想要有没有存 我们再试试看,存成3A 领存心档成3A 好,那2我们一定有存的 所以2,3,4,5 你看,2,3,4,5都 都帮他画的彩虹了,对不对 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像刚刚跟君讲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好之后 我们再回去会遇到什么样困难 我们再来看 好,你们先把这种东西做好 你们做好之后麻烦到 Dreamweaver的地方来 一样,你看一下哦 我去看一下我们的 Image里面 来看一下有没有A A进来了,有没有看到 要是没有进来的话 麻烦你按下这个东西 这样懂吗?我换你们 我们刚刚假设哦 假设我们已经上完色了 那是不是这个东西 会变成那个东西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现在问题来的是 诶,我这边已经先把它改成200了 不是吗? 我先把它改成200了之后 诶,等一下我再把它插入进来的时候 诶,会有问题诶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我假设哦 我假设,我花鼠放在这个地方 花鼠放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先看一下哦 插入 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插入影像 我们要插入一个叫影像物件 里面有个叫做什么 花鼠变换影像 好,看一下哦 然后image6 它随便给的 你不用理它 不用理它 原始的影像呢 假设是2 按确定 然后呢 花鼠变换影像 就花鼠移过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2A 按确定 按确定哦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是原始档案 这是原始档案 那你说老师 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在云南那地方捡 我们刚刚那个地方可以捡啊 在PS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设定影像尺寸 对不对 我们Web01有改啊 那或是刚刚65 65 这个东西我们有改 为什么不在那边改 你知道原因为什么吗 原因是因为你看啊 2 3 4 5 这张4张图片 我们看一下后面 后面3也会用到啊 对不对 有其他东西 有2也会用到啊 所以有其他的 其他的要求 会用到的情况下 你就不可能 不可能去改它的原始档案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不能改它 原始档案的情况下 我只好到表格里面来捡 这样就不会改它 原始档案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说 你们千万不能先捡 你们如果先捡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如果我是 如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变成说 我都不能先捡 我一定要是 上完色之后 一起过来 我要上完色之后 一起过来 然后再一起捡 这样懂老师意思吗 所以你这东西都不能要哦 对 这东西都不能要 水放上去 这东西都不能要 滑鼠再放在这个地方来 这崖梅山公园 对不对 好一样的 再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影像物件 直接变换影像 好 原始档案一样是3 变成3A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来滑鼠来点看看 有没有看到 它就会变颜色 有没有看到 那这是颜色不一样 那么 当它两个合为一体的时候 我再来剪才有意思 那有意思吗 这时候再来剪它的大小 多少 120跟40 好 这个呢 一样 120 40 OK Enter 好 一样 就跟它拼了 好了 有没有看到 它就会滑动 滑动有没有看到 滑动 好 接下来我要做最下面那一个 最下面那个要怎么做 滑鼠放在哪里 即时要把它弄掉 好 滑鼠放在最下 最下方这地方 帮我打个档案下载 看一下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档案下载水平至中 并视频超连结 在点选超连结之后 去 具有下载 PAC MP3功能的 档案的功能 也就是弹出 弹出档案下载的视窗 而不是说直接让它播放MP3 是弹出这个档案下载的视窗 重点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 打档案下载 然后框起来做什么动作 它连结到H 连结到H 一样啊 连结到 Web03里面的 这个吧 这个执行档对不对 PAC执行档对不对 按确定 这样就好了吗 我们先看看 试试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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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哦 你要执行 或是这个东西 我直接按执行 那就有了 执行吗 不行耶 OK 按储存也可以啊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耶 可是呢 题目上要求 可是呢 根据 根据 如果 如果 我在家里是没办法 我在家里点的时候 它是没办法出现这个东西 我在家里点的时候 它马上执行 马上就唱歌给我听了 可是题目要求不是要唱歌给我听 如果你发现 如果你发现 有问题的话怎么办 就刚刚会出现那个东西 它马上执行给我听 有问题啊 好不管啦 反正就是 如果你发现它有问题的话怎么办 那你就直接框了它 框了它 去按一下程式码 好 在程式码这边有看到一个档案下载 在后面的地方打个download 就直接按一个download 那么呢 打个enter下来 啊 不要你是这张角 打个download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再回到设计的地方来 然后呢 我再试试看哦 IE应该不行 要用Google框 用预设才可以 可是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有刚刚 一定要有刚刚那个东西 它才算分就对了啊 IE应该不行 如果说 到时候你可能要下载 Google框才可以 考试的时候哪啊 他 他如果要给你答案的话 如果你就问他说这样可不可以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那就麻烦你 你让我下载Google框 Google框就可以了 这样懂意思吗 Google框的话就会有个下载 好我看执行 他就不给我执行啊 蛤 这样懂意思吗 好记得哦 如果不会的话 如果你做好之后麻烦你 框起来 到程式码的地方 在框的前面三角形的地方 这地方 帮我打个download 那就可以了 然后以后用Google框 就会出现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全单式的地方 我们已经全部讲完毕了哦 好 好 好